講到新冠狀病毒 當然最重要就是治療 這個病毒是由空氣傳入我們身體 傳入來的時間 它們激突 一黏在我們的肺臉膜 它就會黏在這裏 接著我們的細胞受體 再進入細胞繁殖 變成很多很多 影響我們的身體肺 其他各部 當然它進來的時間 當然最重要就是 因為肺部 肺炎 甚至乎肺纖維化 它進來的時間 既然是經過我們的黏膜 那裏就是 第一步以前就想過 有一個 ACE的 這個 就是叫做 抑制體 抑制素 可以在那裏擋到病菌 但後來發覺是不行的 進來之後 它就會跟著我們自己的細胞裏面的 仇體和自己的細胞裏面的其他組織 就會將它繁殖 繁殖 然後一聲出來 然後整個肺炎 這個時間當然我們有很多抗藥物 特別抗病毒的藥物 西藥 以前就有所謂的 在沙斯的時候 叫做偉巴偉林 River Viren 那些 這些已經過了時 現在呢 就當然有 這個 Renducifer 維德西偉 就是Renducifer 用的時間 國內開始用 在時間都有嘗試用的 用的時間 都很快去到外國 都一樣去使用 那個情況 有些藥廠就看到 有些研究就似乎OK 有些就好像不太行 總之 行不行之間 這個 都是成為 雖然是這樣說 都是一個很有希望的藥物 說這些藥物 雖然是抗病毒 但是它的身體 它出來 都會有其他的影響 在這方面 中藥是考慮的 特別在沙斯的時候 也是一樣 除了西藥抗病毒的藥物 都有中藥去嘗試 這次當然了 在武漢開始的時候 國家就一早重視 就找了一個中醫的團體 那些專家 包括了童小林 其他一班人 去到武漢 就定那個病的病型 包括了所謂有寒 濕、毒 那變了去看看它什麼病毒的時間 它什麼症型的時間 就定了一些方 這個後來大家都知道 在國家都讚過 有所謂有常用的感冒方 可以幫到這些病毒的 設出來的新的方 又有用 常用的好像 比如說 金花清錦火粒 蓮花清溫膠囊 這些都用得很好的 例如好像蓮花清溫膠囊 這些研究 看到對病毒 是有抗病毒、殺病毒菌的力量 那去到方方面 大家知道 除了說清肺排毒方 之後 還有一些所謂的 包括化濕拜毒方 宣肺拜毒方 這些國家都覺得重視 但也有其他的中方可以審 在用的時間 當然也要看看他的身體的情況 因為不是說一個方 就一定 所以變成一個身體 真的要用中藥 最好去到這樣的階段 一定要用中醫去斷清症 靜營才會考慮怎樣用 除了這些藥物之外 當然還有其他的藥 可能譬如說 以前就是用很久的 古舊藥物 以前這個 因為沙士那時都試過用過 是小湯生的時候 有些經驗 所以在開始的時間 病毒 在武漢的時間 中國都有試用的 到現在也都國外 就是外國 都試試有些研究 但是呢 頭頭本來就 沒有什麼是附作用的 因為以前 用在什麼 好到很早的時候 古舊就是用在一些藥質 最近幾十年 都用在一些炎症的地方 包括了狼瘡病 這個風收關節炎 都叫做 附作用的都不是太多的 但是呢 就這次用的時間 除了就先說 有用與沒有用之間 但是呢 在最近 世界衛生組織 自然說不要再做研究了 因為它負作用太多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很可能就是因為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 就是因為 新冠狀態度 不是一個普通的病毒 好像以前的沙士 這麼簡單 它還除了影響肺子之外 就進入了我們的免疫系統 所以影響我們神經 其他國家和它組織 那麼它這個變化太多的時候 它那個藥物呢 以前呢 用的小小負作用 就因為 它本來那個 毒性 即是說它的負作用 和那個藥性 即是有效的 那個藥物呢 是本來很貼的 那個藥用 兩個程度是很貼的 到用的時間 就可以很小心用了 但是到你的身體一大變改 它就 那些藥物 就可能 那些負作用 出來了 大約是可能這樣 總之呢 在這些 我們剛才翻轉頭說 我們的病 從開始的時間 是唸到的 在這裡擋不到 但是一繁殖 就有抗病毒的藥物 或者西藥 或者中藥 都有抗病毒的力量 再加上一些免疫 如果用中藥一齊治療的時間 病人如果輕的 可能沒有病症 但是如果它重一點 這些可以做到一些功夫 到它差一點 影響其他地方的話 可能中藥又有些幫了免疫 一些 但是呢 到講到一些比較嚴重的病人 就不止這麼簡單 因為它影響地方多 特別是肺功能 那些都要深切治療 包括呼吸機 看著它的心肺復甦 有其他的轉變 有很多事情 所以呢 在這個時間 中西醫協作 一齊 是很重要的 變成在這個時間 多了一點 生命同要 那復甦之後呢 也有時候 身體還沒有全部好 所以最好 就靠一些中藥再扶持 讓它全部復甦 那就可以在治療方面 做得貼當一些